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测试阳声 所以留在家里要休息 今天我都想继续做华山论势 因为乌克兰战争 俄乌之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整个礼拜 我们一直都没有说过 所以到今天都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形势 我们今天是分析形势 不是讲战情去到哪里 因为战情每天都不同 直到今天为止 现在的形势是怎样呢 简单说一句 大家不喜欢听都要听 美国佬佔尽上风 拿了他所有想拿的东西 俄国人家就精人出口 他又是小小笨人出手 直到今天为止 他应该要跟着要怎样下去 才可以全身以退呢 唯一一个死定的就是乌克兰 这个大家都看到 他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翻身 尤其是他的总统扎伦斯基 我相信都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是喜剧演员 但我相信他最后可能都是一个悲剧人物 甚至战死沙场的机会都很大 因为他站得太硬了 我们先讲一下美国是怎样职 美国过去一段时间 就不断在挑拨离间乌克兰 在支持他 给他一些颜色去看看 去到一个阶段 乌克兰就越去 就越进行得越来越进 老实说 扎伦斯基过去那段时间 就是针对着俄国来挑击 其实挑击得很重要 去到这样的时候 他可能我心目中想 觉得俄国不够胆 对他出手 所以就够胆去做 或者他心中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美国佬会来帮忙 不会给乌克兰一个国家 只是对俄国 但是大家想都想不到 拜登最早第一个说 No boots on the ground 美国的军区不会在土地上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不打 他不打是什么呢 他不打是正的 因为如果美国和俄国一打 就世界大战 老实说核子战争 什么东西都会发生 所以在这个环境的时候 美国就是撩乌克兰 撩到一个位置 就自己退出来 美国现在最好处是什么呢 在战场上来说 俄国已经在乌克兰打仗 老实说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它的尺寸 即人数是四千多万人 它的尺寸都很大 如果你比较一下的时候 大家记得 前苏联去打阿富汗的时候 阿富汗也是大概三千九百多万人口 这个苏联最终是怎样呢 最终都是夹着美巴尼去 都要撤军 你说当年的苏联的军力 比起俄国今天是怎样呢 大家都有得比的 老实说 但是都打不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俄国不是速战速决的话 分分钟又是好像阿富汗那样 俄国又是打到最尾的时候 都要撤军 这个问题就是一件事 拖住了俄国 在乌克兰打 受伤的死的人 也都不是美国人 那美国联不联呢 是否聰明呢 这个你没办法不说美国佬 真是机关算得尽 第二点 现在美国和欧洲欧盟大举 和世界其他国家 南韩好日本好 即是向俄国施展制裁 经济就是制裁 老实说俄国不是一个经济强国 它没有中国那么厉害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俄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两者打仗 你现在在乌克兰 未必是泥足深陷 但是你都要打的 你都有人死有人伤 你的军队 你的军备也都会被人毁灭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经济上 国际上 你都是吃虧的 现在也都大家看到了 俄国在全世界来说 几乎是孤立了 现在唯一还有谁是 在暗中支撑它 支持它 不要说支撑 最少不投票的 就是中国、印度和阿联邮 只有三个国家 其他的地方 都基本上是支持乌克兰 在这样的环境下 俄国的形势是否大弱呢 如果俄国大弱的话 中俄之间对美国 是否又是吃虧了呢 美国这一招 就非常非常艰 因为俄国一弱 中国也都可能 没有办法跟美国 是够胆大家去硬撑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 美国佬今次 应该是赢得七七八八 八八九九 形势上直到今天为之他赢了 好了 我们讲讲俄国 俄国应该做些什么呢 应该就是速战速决 但是打了一个星期左右 你看到俄国 基本上都没有大举进攻的迹象 不是大举进攻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都明白了 俄国第一个星期 但是达到了什么战略上的成功呢 第一 清了乌克兰空军 海军也都没有了 好了 整个乌克兰上空 就是俄国 已经是佔据了 所以你看到 美国其他国家通知乌克兰 就说现在几乎 外面大概二十五公里外 有大概六十公里的俄国车队 如果大家知道有很多车队 有很多坦克车 我找一架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或者找一架军机去轰炸你 老实说 也炸得你很紧要 也很伤 但是你看到六十公里 大家都是慢慢走慢慢走 一又塞着路 完全不怕 慢慢去兜圈 围包围这个基枯 代表什么呢 空中俄国已经是全面佔据了乌克兰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大家也都会明白 乌克兰是没得打的 好了 现在为什么没得打 但是还没打完呢 简单说法就是 乌克兰的军队 有百多个军事设施 被俄国轰炸了 代表什么呢 可能很多坦克车 都已经没有了 换句话说 也没有办法 可以有个坦克大会战之类的情况 也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是俄国空军是佔据了整个乌克兰天空 你出坦克车你都是死定的 直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陆军 或者未死的陆军 全部缩进去城市 主要的城市是打航战 这个航战就是大家抱着死的做法 俄国如果要打航战 是不是它第一波就已经够人呢 不够 所以现在你才看到在俄国 是派很多军队来到包围基夫 大家看到了 南部 这个乌克兰 已经的城市 这个俄国已经占据了 现在剩下两个主要的城市 尤其是基夫 即是它的首都 现在你都要大家虽然可能 都是不赞成这个乌克兰政府的做法 和美国佬的奸 但是大家都一定要同情 就是乌克兰的人民 和你都要欣赔他们的市民 个个拿着枪 就决定保卫国家 记住一件事 俄国是战斗民族 乌克兰是同种人 他们也是战斗民族 所以一定是去到包围基夫 一定是炮轮 现在俄国已经做过一件事 就是通知基夫的居民 就告诉大家 你好走 你就现在好走 你不走 我们开始进攻 你没有走 即是换句话说什么 乌克兰政府一定要倒台 倒台一定是代表基夫淪陷 会不会打航战死很多人 老实说 如果你看俄国现在的做法 可能是以凶杂 以炮轮为主 老实说是清理你的地方 等你死很多人 老实说如果是这样打下去的话 乌克兰是最伤的国家 但是 你又要明白一件事 直到今天为止 扎伦斯基 站得这么硬 如果俄国不可以击败乌克兰 令到这个政府倒台 而换过另外一个看守政府 和俄国达成一个政治的协议 什么政治协议呢 第一 将Crimea 即是给了俄国 第二 两个省份独立 第三 解除武装 成为一个中立国家 不再寻求加入欧盟和北弱 你要问 如果是要做到这件事 今日的俄国 今日的乌克兰政府 是不是要倒台呢 它站得这么硬 呼吁全民抗战 所有的男性都不准离开国家 一定是去作当兵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几乎是否守得住呢 大家都明白 在今时今日的空军 即炮兵的轰炸之下 其实是守不了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未来这两三个星期 即是当俄国大举进军 几乎打低 即将这个城市 不要说移为平地 但都会打到它七零八落 我说一句 以泽伦斯基 直到今天为止 那种硬法 他会否愿意和俄国 达成一个政治协议呢 如果不是的话 喜却演员 是不是最终 都是悲剧收场呢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 就是讲讲这个形势是怎样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几集 都可能是被俄乌之战牵着走 接下来这段时间 可能都是要把主力 放在俄乌之战 和美俄之间的环境 和美俄之间的形势是怎样 好今天我们到这里为止 拜拜